然后重点要讲那个关于那个什么 Deep 就是在这里 给大家介绍 因为这个东西呢 好多人也在问啊 之前也直播当中也有朋友在问 这个东西是具体什么 呃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去用它 它有什么好处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东西的用法吧 然后呢我再把它渲染出来 我们先比较它和传统的那个 EXR的区别吧 然后呢我把这个背景 呃这个背景呢 其实不只是说我可以加载一个背景出来 然后呢可以把它背景渲染出来 这个目的其实还不是这个 目的是为了控制它的大小 其实这才是根本性的问题 然后我把这个背景呢 给它连上 连上以后呢 它是绝对可以控制到 它渲染的那个背景呢 是这么大 然后没有传统的渲染 这个合成方式 你要去合成的话 这不是渲染出来 比方说渲染出来了 然后传统的进行合成的话 你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角色 当然我给它呈牙发了 我把那个背景给它去掉 我把这个背景给它去掉 然后这是这个角色部分 这个机器人角色 然后呢这是机器人的枪 这两个要是去合成的话 然后你这样直接合成 枪在哪里呢 枪在后面 因为这边选择是B 那我就把它换过来 然后把它颠倒过来 颠倒过来以后 我们看一下这把枪在哪 我可能这一针是不是 换一针 你能够看得清楚的一个地方 也是好像看不清楚 这是枪 在这 这是角色 就是它还有一个这样的 对这个是脸是 这个角色是翻过去 枪在那边 那其实应该是翻过来的 这枪应该跑到后面去 是吧 这样 如果用Deep做呢 就不会有这个分层的问题 不会有个前后关系 我们不会搞清楚 它到底是在 哪个在它的上面 哪个在它的下面 我们完全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Deep呢 这样的 在这个Deep当中 我这边呢 也是把它列出来了 你看一下 它读取素材的节点 是不一样的 和我们正常读取素材 接点是不一样的 调色的部分 也有Color Correct 然后裁切的部分 也有专门 有独立的东西 表达是 这两个是没有的 在传统的二维的接点上面 没有这两个部分 那么还有合成的部分 有独立的 专门合成的 这个一会儿再说 比方说这个 它的尺寸的一个重置 这样 然后采样 这也没有 然后关于这个 做成点云 那么实际上深度贴图 深度的这个素材呢 可以直接做成点云 然后还有移动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它的移动的情况 这种情况呢 它是可以左右上下移动 这个其实是可以纵身方向移动 然后写出 写出呢 我们需要专门的写出节点 不能让正常的一个 二D写出节点是不可以的 然后我们就拿 这个专门的写出节点来做 这链接上 专门的写出节点 专门的写出节点呢 会写出的部分 你看一下 这里面虽然我链接了背景 但是那个背景呢 不属于深度的信息 它直接就忽略到背景 然后直接就拿一个 只是踢去了 那个背景的一个尺寸 那这部分呢 其实它是有背景的 然后渲染这个部分呢 只是踢去了一个尺寸的问题 然后 我把它转换成一个深度的部分 这样 这是枪的部分 然后这两个进行合成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需要 在乎它到底是哪个 压着哪个 因为它是有空间关系的 我就拿这个进行合成 这就无所谓 哪个是A 哪个是B 你直接连上就行 然后我们再看 它肯定就是对的 这个直头 我掏到那个枪的 那个 就是那个 拨枪酸的那个地方呢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你看一下 这个部分 这个手呢 就会放到它里面 然后呢 我把这个 这是枪啊 我再挑个色 正好有这个 Deep Calculate 然后比方 我给它一个颜色 红的吧 看 这个部分 如果你要是按正常的 这个部分做呢 它就有前后的问题 它跑到后面去了 是吧 然后我需要把它放过来 换过来以后呢 也是有问题的 然后如果调色 比方说 我给它调成红的 这是它其中的一个优点 你看注意这个手 和枪的这个关系 需要看 弹幕啊 我看一下这个弹幕啊 好吧 我们共同看一下这个弹幕 就是说 大家弹幕说什么了 也没说什么了 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提出来 提出来 我们一边讲 一边解答 好 这是一个差异 一个好处 就是这个 你看一下 这是一个好处 还正好呢 这边已经 我打开了 这个Color Correct 我们可以讲一下 讲一下这个 关于深度的调色问题 我看一下 大家弹幕 说啥了 我稍微看一下 也没说啥吧 我刚才把这个弹幕放到 别的地方去 OK 那我就继续了 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提啊 Deep层是怎么生成的 我这不就是在说 Deep层吗 就是通过 你直接 拿这个Signal Render节点 直接挂在上 直接加一个 Deep里面有一个 关于Deep写出 这样写出就是Deep 就是这个很简单的事情 然后我们说一下 关于这个Color Correct 然后调色节点 这样的 就是说我这边呢 有一个 你看这两个节点 普通的这个调色节点呢 就是这样的 你看它可以 这等于是可以分极调色嘛 二极调色的时候 我们可以区块 根据这个Shadow 还有高光 还有中间调子 进行区块 进行调色嘛 只有这一种嘛 然后这个深度调色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根据 众生关系 进行调色 这怎么怎么解释呢 比方说 我是不是调了个颜色 红色嘛 我可以针对 这把枪的 截取其中的一片 进行调色 就是说 在众生范围内 我只敲这个枪的一部分 比方说 我把它打开 我怎么样去看 这样呢 我就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关于这个Dip的一个采样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枪的位置 它到底在哪里 我们如何去调色 我把这个点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枪口的部分在什么位置 你看注意 这有数值啊 我把它拿起来 枪口的位置在8.02是吧 对吧 8.0几啊 然后到后面的部分呢 你看这是8.7 在这个范围内调色 我除开这个地方 我不调色 那我完全可以拿过来 以后呢 我在这里面 注意啊 B就是前 C就是后 那我把B这儿呢 写是8.8几 来着8.02是吧 然后后面这个部分呢 是多少来 8.7是吧 8.7 8.71 然后选择这么两个范围 然后呢 我让它直接选择在这个范围内进行调色 注意啊 红色后面没有红的了 完全已经是只调这个部分 然后8.7 我把它退往前一点 比方这个部分我放到这里 这里是几啊 8.15 那我就8.15 那么这个颜色呢 就只取到这么一小部分 这吧 这是可能是有个恐龙眼 它应该是 这是几啊 8.2是吧 8.2 你看 它就可以精确的控制 这个颜色区域内在什么地方 进行一个调色 这应该讲清楚了 并且这个关于这个部分也讲清楚了 我这边做了一个演示 比方说这边呢 已经 我已经渲染好这个动画 这是一段deep的动画 12 你有个12导入素材色彩空间识别不对 怎么会不对呢 那你给它选择对就行了吗 那个色彩空间的问题 其实我原来想的是专门讲一下的 我们看后面的机会吧 看大家参与度现在有800多人 就是我们这个直播的人数如果是不不太多呢 我们可能会取消这个直播啊 我们看一下 正好就是这个 可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 就是 DNX HR和EX区别 区别是这个是只能渲染是封装的视频文件 EXR是单针图片 做序列图的这是完全是两码糊事 这个是有损压缩的格式 无论你精度多高都是有损压缩 EXR呢 有损或者无损 通常情况下你默认情况下是无损的 事怎么知道它什么是对的 这个你肯定必须知道你以什么样方式渲染的 就是谁给你的这个文件 他应该告诉你是什么样的色彩空间呀 对吧 这个必须的知道 比方说你的那个某文件是用什么机器拍的 至少他可以告诉你 对吧 是R3D的还是阿莱的还是谁的 他如果经过渲染 他是以什么样的色彩空间渲染的 这个你必须知道 他必须有义务告诉你 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好 我们再接下来说 对我刚才讲到这 这个东西拿出来以后呢 你看我把其中的某些针给它固定住 固定住以后呢 我可以把它直接合并到一群 并且呢 我把它以点云的方式生成 然后你就能看 这个camera没连 我这camera连一下 我就乱点乱点吧 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我就 这次就不整理的那么细了 你看一下啊 相机在这边 那么如果我把这些移动和它的 这个如果我把它递掉的话 这个角色呢 是在 因为它有个跑动的位置关系嘛 我们每一个角色的每个部分 每个像素的具体位置啊 这是指具体 非常精准的具体位置 是有个非常好的控制的 并且呢 我们可以通过移动方式 比方是把这个吧 我给它加一个 transform transform就是x和y的移动 这个很简单 重点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 关于这个 众生方线的移动 你看它的位置 我可以移到后面去 就是这个东西 而且呢 边缘是非常精准的 为什么要用这个deep呢 就是通常的东西还好吧 一个就是你要是 那个层级关系简单的话 你分层啊 做那个折罩啊 这都好做的 如果你复杂的 比方说一群蜜蜂 飞在树林里 飞在烟雾里 这可能是 而且来回穿插 这不好办了 肯定要用deep 这是第一个方向 还有呢 就是说比方说 透明物体 运动模糊的 半透明的 或者粒子的 烟雾的 你这个要用deep 对吧 这是一个 最直观的一个说明 让我们看一下 你合成的时候呢 这个角色 可以任意的移动 跑到 之前或者之后 比方说 我跑到 所有的东西前面 让它到前面来看 那这个角色 就跑到前面来 然后它让 左右移 这就好说了吧 左右移 看 然后上下移 这也没什么说的 主要就是 这个纵身移动 纵身移动的时候 并且边缘 是非常好的 它在接触到 任何地方的时候 都有一个细腻的过渡 非常好的细腻过渡 并且有个非常好的 一个一点呢 就是说 它还可以这样 像刚才的那个 就那个枪和人的关系 我拿到这个图像以后呢 deep支持最好的 肯定是nuke 当然nuke nuke应该是没有对手的 这也没什么好说的 nuke在后期合成上面 是没有 没有对手的 好 我们看一下 我把这个颜色 我把这个去掉吧 这不是这个吗 你看一下 还有个功能呢 指导的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 你把这个点上以后呢 可以取 你看注意手啊 它和它交互 等于是掏动了 你看 RF通道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AB才有关系 你把它调过来 调过来 等于是把这个枪的部分呢 掏动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合成的话呢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进行 在二维的方向进行合成 还有个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你可以通过二维图像 比方说我这个呢 是渲染的是普通的EXR 然后呢 我们我之前已经讲过了 IOA的合成啊 比方说 Diffuse 然后那个反射呀 折射呀 这些东西 你要进行多称多通道合成 调色合成 然后 合成了一堆 然后 哎 你调色合成过了 你的结果也好了 然后 你再把它 就是加载到这个Diff上面 这是Diff的文件 声度文件 然后你把它加载上去 加载上去呢 你就是这样的 通过这个节点 ReColor DeepReColor 就重置它的Color DeepReColor 就这样 就Color呢 实际上就二维 你已经调色呀 各方面做好的 你再把它的这个 深度的信息 给它拉进去 这样就变成了 深度图像 这样也是一个 好 锯齿 就是锯齿的情况这样 就是说 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这是放大了 一比一的情况 没有锯齿的 而且在交互的情况下 也是没有锯齿的 这个处理是可能 比你通过三维软件 渲染那个洞都要好 这是Deep 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我这边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说我这边有一个 我看是这个吧 有一个这个东西 就是这是那个 流体的那个爆炸嘛 爆炸的情况下 我把它呢 给它Deep 变成点 我这边好像已经做了一个吧 这个啊 已经有一个 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 这个深度的这个烟雾 在空间当中的关系 非常精确的 能够看见这些点的关系 每一个像素精确点的关系 都有 并且我们知道 它是很多地方都是半透明的 虚虚的透过去 如果这个东西和我们的这个 我看这是枪 这是那个角色 这两个合编到一起啊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有这个部分的场景 ok 这是 这个文件 这样吧 我用这个文件吧 把这个文件拿过来吧 刚 比方 比方这是一个 呃 Deep 渲染好的一个EXR文件 然后呢 我和这个东西进行一个合成 比方说我用一个Deep Merge 然后进行合成 这无所谓 哪个在前 哪个在后 你看一下 就这两个进行合成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来看一下 三维情况下 它在哪里 它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在哪里 啊 这两个摄像机不是不是一个场景啊 我们大大体上看一下吧 你看这两个关系不在一起啊 那我就可以通过移动的关系 比方说通过 Deep Transform 这两个就是完全驴冲不断马嘴啊 这两个不是同一个场景 我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那我就把它 向后移动 你看 它和这个爆炸的这个 烟进行交互的情况下 你看 我让它渗透到这个烟里面去 我们再看这个合成的情况 它和这个烟的交互情况 你看这个烟 然后再往后移动 稍微的精确 你看注意啊 一层一层的烟出来的结果 是非常细腻的 当然我这个烟炫的精度不太好啊 但是你也能看到 这个烟雾的半透明结果 到底你需要多少层给它去透过来呢 我们是可以非常精确的控制 因为它是深度是非常精确 每一个部分都非常精确控制 大家就可以考虑你的项目 在什么情况下 比方像这种烟雾的呀 飞沙走势 这种特效的部分啊 和这个你的物件 又有一个交互的情况下 你根本就不需要考虑分层的问题 不考虑折挡的问题 你直接把它 分别进行渲染 这个deep文件就OK了 是非常好的 并且还有对比方像毛发 我看这边好像是 有一个毛发文件 这个是个毛发的 我们看这个毛发的情况呢 跟他的一个交互情况 比方这是那个 这个角色嘛 我们这样的东西做一个合成 做合成的时候 对还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大小 这是640乘以480 这个是2048乘1152 那我把它放大一点 那么这里面呢 也就是有这个 关于尺寸的问题 这是多少来着 2112 2048乘1152 那我就把这个尺寸呢 改成 2048 21152 这样两个尺寸是一样的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合成 合成的时候 我们也是需要这个控制 它的这个 在哪个位置 那我就直接把它呢 移动一下 deep transfer 然后我往后移动 注意这个毛和它的这个关系啊 移的太多了 但是毛的那个图像很小啊 刚才弄的太多了 在这样 好 出来了 呃 你看一下这个毛和它的一个交互关系 是会非常的优秀的一个做法 你看 它完全埋没在这个一根一根的毛里 这就是非常好的 因为这个渲染的这个精度不够嘛 就每每根毛的这个关系呢 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 这肯定比你的三维里面 选遮罩有强太多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的数据量很大 deep层需要三维部门渲染吗 呃 这是nuke也可以渲染 就是刚才我已经讲到 可能你来的比较晚吧